Hello,大家好 就论一下英文的重要性吧 其实我也是最近 其实我之前有意识到 但是我最近才意识到 它的深刻性,就深刻的人 你现在呢会中文 你能听懂我说的,你肯定会中文 你现在会中文 你已经可以和全世界 三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的人说话了 这非常的厉害了 可是呢,你知道知道 这世界上更广泛的人说的是英文 如果你会的英文 你可以跟更多的人交流 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验 塞而给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你的每一个珍贵的想法 都可以影响世界 但是你要说出来 所以英文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想跟别人说一些 真善美的东西 就非常重要 我就是英文不好 知道吗,大家 我是英文好的话 我这个威力 我就用英文说了 我用英文说放到YouTube上 是不是全世界的 会英文的人他都能看 我这个英文不好 哎呀 对 所以哈 英文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交流 它是一个工具 它可以让很多人 能够深刻的 更广泛的了解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感觉 所以说 要学好英文 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非常意义重大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说 我会的一种话 但不是这样 它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寓意 加油 加油 我可以用一点 拜拜 我可以再来一种